今天要讲的是 痾血 还有失眠 它能产生一个叫退黑技术 Melatonin 这个退黑技术是 Promote 让你睡到 好像猪这样 睡到喉拐烧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荷尔摩 但是你长期在这个 交感神经的情况之下呢 你会造成你身体的破坏 因为我们的人类 主要是要靠 副交感神经 我只要刺激这边呢 就是尖尖 就好像我插一只东西 进你的脑里面 Reset它 就可以 就会 恢复为你的 Melatonin 你的退黑技术 跟这个 P上唇技术的 得到一个平衡 大家好 今天要讲的是 痾血 还有失眠 之前我有两个视频 讲了关于失眠 一个是 睡眠的cycle 就是它的什么 Alpha Beta Gamma波 还有另一个是 用中医 中医是怎么看待 失眠这个问题 今天的角度又不一样 今天是 属于 现代 痾 可以想 因为耳血 其实不完全属于中医 它是 alternative medicine 比较新的 发现 其实近几十年来 才开始 更多的研究 然后今天要课题 就是关于 失眠 就是耳血 如何可以帮助 失眠的问题 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看看 其实现在蛮多人 有这个失眠的问题 这个只是马来西亚罢了 失眠量大病 就是你一个人长期失眠的话呢 他身体会有很多状况出来的 因为你休息不够 你的荷尔蒙失调过后 就会很不同的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了 就有不同的方向展颜出不同的病症 还有呢 现在马来西亚的国人日均 睡6.3个小时 你以为是很多 但是一般上 如果加买年轻人的话呢 一般上就是 年轻人 睡比较多啦 8个小时比较健康一点 上来年级 自然会睡少 但是品质很重要啊 10个有9个 这种睡眠品质差 所以很多梦啊 或者是很容易惊醒啊 或者是身体一些状况啊 要继续小便啊 所以很多人 其实都面对这个 睡眠的问题的 所以我们先探讨啊 这个是以 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 到底为什么会失眠啊 所以我们在 讲10月失眠是 我们睡觉是要让身体休息嘛 然后它很大的 关系就是那个神经系统 不过你必须要了解 我们身体有自律神经 就是你不能控制的 就是它自己会操作的 现在我在动这个手 这个是我们控制的 自律神经呢 英文叫autonomous nervous system 就是它自动 好像我们心跳呢 就是心跳的快慢呢 是决定于那个 那个自律神经 然后我呼吸的快慢 还有它的深度 还有我的 我会不会出汗 我的体温 其实都是属于自律神经的 一部分 然后它有分神经系统 还有荷尔蒙系统 今天我们讲的神经系统 然后最主要呢 自律神经有分两组 就是副交感神经 跟交感神经 英文交感神经叫sympathetic 然后副交感叫parasympathetic 其实日后呢 我会讲很多 关于这两个神经的系统 因为其实现代人很多病 就是主要这个神经病 神经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副交感到底有 到底什么 我们先看看交感神经 其实我们这个交感神经 其实我们这个是老天爷 让人类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 因为古代呢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靠打猎找食物的 你看到野兽啊老虎啊 你就会要逃亡嘛 所以我们英文这个交感神经 sympathetic的mood 我们叫fight or flag 就是fight就是 either你要跟那个老虎打过 或者是flag 就是找楼啊 fightly走 所以这种机制呢 它都会需要一系列的身体的变化 来加速你逃亡 或者是加速你打胜的机率 好 这个是交感神经 现在没有老虎嘛 但是现在很多家里 有很多 楼福楼 还是楼福拉 或者是老板 像老虎这样凶 这些都会刺激你的脚 你长期是精神紧张 你一紧张的话呢 你的身体的机制 就会进入这个交感神经 主导的一个状态 然后副交感神经呢 就是相对的 就是很relaxed 很chill的 so by right 我们应该是90% 就是副交感神经 就是我们人类本来 就是应该要不能 我们不是design 长期在交感神经 我们需要交感神经 是为了保护我们 就是来打 来fight 现在我们不同世界了嘛 所以有时你要 好像你看你忙起来 很刺激的说 你不会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激动了 这个交感神经 但是你长期在 这个交感神经的情况之下呢 你会造成你身体的破坏 因为我们的人类主要是要靠副交感神经 现在很少人在这个state的 长期都受紧张的精神 那个可能这样是在讲 OK 现在我讲这个 就是他们已经研究过了 交感神经 它会影响你身体什么机制 副交感神经 是什么机制 现在我们来看那个 交感神经 就是你压力 或者是紧张的时候 你身体会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们放大来看 Dilated Pupils 你的瞳孔会开的 因为 以前你要逃忙嘛 你的眼睛要shock嘛 所以它让更多光进来 你的瞳孔会开 你看到你心爱的人 你的瞳孔也会开 因为你紧张嘛 或者是你的情绪 那个是另外讲的 是瞳孔会开的 你看到它不要开 因为它更多光进来 然后Inhibition of Salivation 就是你的口会干 因为你逃忙嘛 变到汗食 野咧 那你得空吃东西嘛 所以你不需要这么多口水 所以你干 然后长袭人口干的人 你看啊 也是紧张的人 然后Relax Airways 就是 所以你不要误解 Relax Airways 就是你的 你的呼吸管道会宽 因为你逃忙嘛 你需要更多氧气嘛 所以它会变宽 所以你 你以逃忙的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为什么 你身体有这种机制 So Sympathetic 就是交感神经 它active的时候 它就会有这种变化 然后Increase Heartbeat 心跳加快 你紧张 你心跳加快吗 好像你驾驶了 完全有辆车 煞过来啊 你好像闪过去 然后你感觉到你心跳 然后你手脚冰冷了 其实你就是 那一刹那 你就刺激了你的 脚感神经 好 Inhibition of activity of stomach 就是你的 Inhibit就是 Block着你的肠胃蠕动会变慢 包括你的 你看 Inhibition of intestine 你的肠 胃 胃在上面 胃跟肠都会被 慢下来的 每次之后你的消化都会变慢 没有口水 肠胃蠕动变慢的话呢 你吃东西就很像很难下 所以为什么你压力的时候 紧张的时候 你吃东西啊 嘿 现在你的肚子里面 好像 几个小时都不会下 因为你的肠道 全部慢下来 不会动 然后 还有在这个肝的方面呢 Stimulate release of glucose 然后Inhibit gallbladder 就是 Gallbladder是胆 你的胆子也是帮助消化的 中治啦 简单来讲 你紧张了 你整个消化系统 都是慢下来的 嘿 打咯 谁啊 你要逃亡了 你还有心情去消化吗 没有啊 所以老天宜制造人 是很奥妙的 Release of glucose 这个你注意啊 长期压力的人 血糖很容易不要搞 因为以前 就是你要逃忙嘛 你的血液里面 需要更多能量 来Standback 给它转换去能量嘛 你的腿要力量来烧嘛 所以 你一紧张 就是你刺激的交感神经呢 你血糖就会搞 因为它准备要逃忙 所以你看到你的老板 你的血压 血压高 心跳加快 血糖又高 我不想 所有老板都 都坏蛋啦 好像我这样子 好的老板 我自我感觉良好 OK Secret Epinephrine and No Epinephrine 这个是 肾上腺素 就是让你 让你心跳加快血管收缩 这一个 所以他们 他们好像 打 Kiong Samjai 就是你要死的时候 他们打一个强行器 就是打这个了 刺激你的心跳 所以这个荷尔蒙会刺激你的 长期 这个让你刺激的哦 你会人 其实很多人就长期中这个毒 因为你长期压力啊 你的肾上腺啊 就是肾上面还有一个 我们叫肾上腺啊 它会制造这种压力的荷尔蒙 叫不好的荷尔蒙 短暂的 对 它能绑住你 就是好像你赶工的时候 你不会累的 因为这个东西在做工 但是你长期中毒这个时候 你会过度精神 你不会睡觉 好 Relax bladder 就是 Relax bladder 你不要误会啊 那个sphincter 你的膀胱哦 它关开关哦 只要你小便 它就要relax 那个是sphincter 它的口 但是你的bladder哦 它是 你压力的时候 反而你的膀胱会膨大的 因为 你要逃难啊 你哪里得空去小便 所以它就把你的膀胱膨大 装多一点水 不要给它急 你急是因为它压力多 它小嘛 所以你紧张的时候 你的膀胱会膨大 这个已经是科学他们研究了 这个还有 Promote ejaculation and vaginal contraction 这个是让你高潮 就是让你射精啦 男人就是高 女人就是 不是高潮 contraction 女人的是子宫 没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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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的阴道 阴道 它会收缩 所以因为你紧张 所以有些人他们 男人的话就有找泻的问题咯 就是 没有到一分钟就 就完了 就是因为他精神 这个整个 他长期习惯性压力紧张 他就会很紧张 就是整个性爱过程就完全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互动到 他就碰了 女人呢 他就contract了 你的职工收缩的话呢 就 也是干干的 所以也不能 就是那个 性交不是很顺利的 这个就是交感神经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 复交感神经 这个是我们很喜欢要的 但是不是你想要就要 我跟你讲 这个是完全跟情绪有关的 好 我们再看 contract purpose 它其实是跟刚才那个相对的 我刚才那个讲卸了 现在你只是把这个反过来 就是复交感神经的反应 然后你继续联想 so contract purpose 就是你的瞳孔会 关小 因为你 你relax嘛 你不用降到光了 你自己会暗一点的 所以你不会 你光会让你精神 so你的瞳孔关的话 就不会这样多光线进去你眼睛 然后stimulate 你的口水就会出来了 所以你看到 就是你relax的时候 你的口水 你就要吃东西 你身体就要吃东西 然后constrict airway 就是你呼吸会慢下来的 你没有这样紧张了 你也不用这样多吸 这样多氧气的 所以你的呼吸管道 会收缩一点点 就是normal 就是收缩了 不用太这样大 然后slow heart slower heartbeat 你的心跳加慢了 放慢了 然后stimulate activity of stomach 你的肠 你的胃就消化会好 然后所以呢 肠你看啊 胃酸的人就懂了 胃痛的人就懂 你一紧张 你一压力后睡不好哦 你就有胃痛的问题了嘛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没有 你长期在交感神经 sympathetic mood 没有在parasympathetic 就是你进不到负交感神经 然后inhibition release of glucose assimilate go better so 他就会 block着你的血糖 不要给他这样多血糖出来 因为你没有必要嘛 你relax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高血压的人哦 你不要每天 没有 高血糖的人哦 每天看到那个号码高 他就自己吓自己哦 反而就把自己 变了的胶杆神经 然后你的血糖又高 所以你要血糖低呢 其实最重要是 你的心情也是很重要 心情会影响血糖 心情会影响血压 ok stimulate activity of intestine 你的肠道跟胃 就是它开始蠕动哦 所以你消化就好 所以你relax 吃东西 胃口特别好 因为你这边吃它 那边下哦 你一直空嘛 so 吃太多就肥了 肥了过后你又压力哦 压力又紧张又收胃口 ok contract battle 就是你的battle 不用装这样多水的咯 还有promote erection 就是让你勃起 勃起还有女人的 性欲的刺激 就是没有女人的阴道的滋润 这个是你relax 做坏就是要relax的嘛 没有压力的嘛 对不对 ok啦 一定relax ok 所以现在你懂 副脚感跟脚感神经 现在我们讲回去睡眠啦 ok 所以 首先我们要看睡眠 睡眠也是跟副脚感 就是给你一个概念了啦 现在我们看了 睡眠影响睡眠的荷尔蒙 这个是我们的边缘系统 我们的脑哦 这个是脑皮质 想东西是在外面 但是你的情感是在中间 所以他们讲人类哦 之所以啊 就是比什么万物之灵 因为我们会想东西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外面 这一层比动物的厚 但是这边哦 你的natural instinct 就是你自然的信誉也好 恶也好 全部是这个是 所以很多 所有的动物都有这个东西的 只是人类的脑皮质厚一点 所以会想多一点 所以就想多一点 来破坏这个地球 ok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是 我们的自然反应呢 其实都是在中心 这个是最原始的脑 但是它在边缘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 心的脑跟脑干中间嘛 所以我们叫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啦 直接反应的话 limbic system so它很多部位 今天我要讲的部位 这个主要是松果体 就是peneal gland 如果有做灵修的人 他们知道有看过这个松果体的 松果体它会 它会 我们发梦 我们的影 这个叫 他们讲第三个眼睛 就是peneal gland 这个你要你自己去查google的 重点是我们讲睡眠 松果体呢 松果体呢 它能产生一个叫退黑技术 melatonin 这个退黑技术是promote 让你睡到好像猪 这样睡到猴怪烧嘛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荷尔蒙 所以这个是松果体 然后是你的脑 你的想法 这个是精神 情绪 全部是虚嘛 所以你的情绪 会影响这个松果体的 施放 然后你的 你的 你的melatonin的level 你这个退黑技术的层 会影响你的 直接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好 这个是其中一个荷尔蒙 现在我们看另一个荷尔蒙 另一个荷尔蒙就是 就是你紧张 刚才那个是腹脚感身体 你放松的时候 你就很多melatonin 这个是一个垂体 Petotelary gland So Petotelary gland 它release什么呢 它放这个 它会是一个 如果没有是GN GNR 就是一个荷尔蒙 去到你的肾上线 又是这个肾上线 所以这个东西让你紧张的 让你下历了 你不要傻傻去割掉它 因为你就会很slow了 所以我们身体需要平衡的 把你过度刺激的 就是这个GNR 你的想法 你长期想很多东西的话 就刺激这边 这边就会制造这个Cortisol 就是皮质纯技术 皮质纯技术 这个太多的 就会让你很high 睡不着 所以这个过高 这个就是交感神经 所刺激出来的 所以你长期紧张 长期压力的话呢 你的身体就习惯跑这条路 你就很多这个Cortisol 这个Cortisol 这感觉你不能睡觉 整体来讲呢 副交感神经 刺激退黑技术 让你好睡 交感神经刺激皮质纯技术 让你不好睡 或者是不能睡 或者是睡不好 这是这个荷尔蒙 这两个想对的荷尔蒙 所以简单来讲 你要睡得好 你要提高什么呢 就是提高你的 副交感神经的activity 就是让你自己relax 现在人很难啊 叫你放松放下 它不能的 所以你要想一些办法 能提高这个melatonin 或者是降低这个Cortisol 就是不要给它这么多Cortisol出来 所以最直接的方法 人 这些人就什么鬼都告药物的嘛 就吃药 就是吃药啊 睡眠药 其实你所谓的Armenu 它就是领摆这个脑的机制 它去干扰它 把问题 你靠药物 所达到的结果呢 你只是暂时性 你每一天都要吃 而且越吃越多 你会中毒 你会上瘾 不要讲中毒啦 上瘾 你就越吃越多 当有一天你不吃的时候 你的失眠会比之前更严重 其实你只是把问题少去下面罢了 你没有真正去面对它 所以真正面对它 你必须明白它根源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啊 我们现在看重点是这个 melatonin跟笔字技术 水里沥杀你的松果体嘛 对不对 这边是你的垂体 Petidary gland 两个都在哪里 边缘你的Limbic system 你的Limbic system 刚才我跟你讲嘛 它主宰什么 情绪 记忆 都是在这边 所以你想好的东西 对 你回忆好的东西 你的memory 全部是在一起的 这边是process 想东西的 自己的memory 是存在这边 你的情感的memory 其实我们寄东西呢 你要容易寄的是情感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这样寄 其实我不会背东西的 背东西是用上面的 我是用感觉 我很多东西是用感觉的 我是很感性的人来的 感性啊 不是性感的 OK OK 所以 讲到这边怎么办 情绪 所以你要解决根源 你必须想知道 为什么你这个情绪失衡 刚才我跟你讲嘛 是你的情绪影响这边 你放松的话 你想好的话 你的情绪好的话呢 你就退回继续 这样你没有睡眠的问题 你就很好睡 现在的人就是 情绪不稳定 情绪波动 他就刺激这个垂体 他就叫这个cortisol 还有别的epinephrine那些 全部都会让你紧张 或者是 睡不好 其实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关系 relationship 通常我们最亲密的关系 就是跟你跟你的partner嘛 如果你好像年长 好像这两位 uncle auntie 一样人恩爱 我跟你讲 基本上你都没有睡眠的问题的啦 然后年轻的话呢 就是呃 其实刚才我讲嘛 你的交感神经跟 副交感神经呢 会影响你的性 呃 你的性 performance 就是如果你长期是交感神经的话 你就很容易早些 有时严重的话 甚至不举 都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的话呢 其实真正的心爱 是需要副交感神经 但是现在副交感神经 或情绪嘛 不是讲 我要副交感神经 你要它就来到我 但是情绪是很复杂的 你不能用科学去解释的 所以 但是现在什么问题呢 现在社会就很多这个问题啦 两共破戒的分 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 年轻的时候 翻云覆雨过后呢 就会很好睡嘛 大家有partner的人 都知道这个经验嘛 过了几年过后 就会变成 每天是恐风暴雨 每天打来打去 不讲话 或者是不讲话 冷战 就有这个问题啦 其实 这个是 我是讲 夫妻关系 是伴侣关系啦 其实你跟你的老板的关系 跟你的孩子的关系 都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 你的情绪 会影响你的生活体 还是下垂体 so 你明白吗 所以重点什么 你要reset嘛 你要 好像我们 电脑嘛 电脑hang了 我的电脑hang了 以前电脑hang了 你做什么呢 就是按reset嘛 关机再开过嘛 但是你的脑 你能关机嘛 你能关 因为我要你改 你的 亲密关系哦 是很复杂的东西嘛 没啦啦 你看你跟你老公 几年没有讲话 或者是已经几个月 或者是甚至几年 没有爱爱过后 突然间 喂 谁咯 我睡不着啊 我想 和你咩咩咩 你 那个谁咯 你咩咩咩 你咩咩咩 所以不能的嘛 关系这个东西是要时间的 不讲话 有时你睡眠不好 你看你睡眠不好 你脾气抛罩 你脾气不好 你包气怎样好呢 所以你必须要解决你的睡眠的问题 so 我们找这个中间点 我明白那个机制了嘛 只要我能保 如果我有办法 把放一只东西进去 reset掉这个limbic system 或者是你的边缘体系的话呢 就它reset 它没有这样乱水的话呢 这样我就可以 就会 推护为你的melatonin 你的退移技术 跟这个披上纯 技术的一个平衡 其实都是中间这边决定的嘛 所以如果我能刺激它reset的话呢 这样就好了 其实 的确是有 这个不是科幻电影 其实的确是有这个operation 但是马来西亚应该是没有 很贵 有是很贵 它不是用来治疗失眠 是治疗好像alzheimer 或者是一些 退化性的问题 它来刺激你的脑的神经系统 but 你不可能去开一个脑的嘛 so 现在有一个alternative 一个另类的 比较自然 或者是比较安全的 但它的concept都是一样 就是耳血 耳血 Mali Telinga Mali Telinga Mali 就是 因为他们已经研究到的 我们先看这个 其实主要是迷走神经 我们身体的脑里面有出十二对神经的 我们脊椎不酸 脑里面就是控制你的眼睛 你的都有不同的神经的 so 这个迷走神经是 地舌堆地的tent 我英文叫Vegasness 它是最长的 在你的脑出来 它可以跑去你的心脏 影响你的消化系统 然后又跑回上来的 so 我们放大来看 但是你看 它有几个分叉 是分去你的耳朵的 so 我们是根据这个 这个角度 以神经学来看的 就是 因为我们很 这个 迷走神经 有80%是 signal回去的 回去你的脑的 总部的 它也是进去你的 Limbic System so 我只要刺激这边呢 就是尖尖 就好像我插一只东西 进你的脑里面 reset它 但是他们已经 有研究过了 到底哪一个 血位能改善 就是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你的弥走神经 是几乎 你的五脏六腑 都跟它有关系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耳穴 它能治很多身体的 五脏六腑的失衡 这个是比较新的 你不能用中医的 十二经脉进去 去谈它的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 发展的 近五经年的 其实是蛮interesting的 其实也有很多 临床试验 已经证明 它是有效果的 只是需要更多的 临床试验 去来 Further confirm 到底这个point的 成效率多少 至于比如说 失眠 或者是有些是 至于焦虑症 有些是治疗 那个肠胃不好 其实都可以通过耳炫 我主要讲什么 因为我还在 主要大学 我几乎一年 要做研究 这个就是我的研究课题 我需要人 就是来参与这个 这个 experiment 放心了 我不是摊开你 你也不用来 我的center之类的东西 就是我会寄 这些工具给你 这只是送给你的 凡是参加 这个研究 你不要为了摊这个东西而来 我们有filter的 我们真的是 去找一些 真正有失眠问题 很多年 然后还有焦虑症的人 所以跟这个神经 我们有一个system 所以我们要filter的 我需要120个人 来参加这个 这个 这个 research 这个研究 然后我们都会 奉这些 这些帖子 让你marking 那个位置 所以我会教你 哪一个位置 我的还有两位医师 都会配合 整个 整个研究的过程 应该是从 会两三个星期 你需要参与的是一个星期 你在家就可以自己做 我会发这个video的 我们内部会发这个video的 首先我要filter 到底你的情况 适不适合去参加这个research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这个research的话 请把你的姓名 年龄 还有你失眠多久了 然后whatsapp到这个号码 019-537-9600 我再重复一下 019-537-9600 这个是李医师 因为之前一个蔡医师 我有两个蔡医师 其中一个蔡医师 他辞职了 他不喜欢这个老板 给你讲笑了 然后现在是一个李医师 他takeover了 李医师会guide你 你要做一个test 就是我们有两个test 我要test你的实名 不是我们就是一个问卷 就是你电话就能打了 所以他会发 然后发你要给report他 然后如果你是pass了 第二个我们会给你第二个 只要你pass了两个 就是你的情况真的是严重到 需要这个是了解吗 你就会进入这个研究 我就会把这些东西寄给你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内部再谈 好 今天要讲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